铺垫說他有時候很直 可能就是要很直接地 跟他表白吧 在山谷上大喊 我愛你總 這樣嗎 優宇正安靜 優宇正安靜 好 留個時間請 所以你覺得他做的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在為表白 做一個铺垫嗎 我覺得是 他就是用了一些戀愛小心機 所以你們在感情中 會有一些這種甜蜜的小心機嗎 我覺得也不算小心機 就有時候出去的話 男生都習慣背一個大包包吧 當然有時候 又會想幫女生拿一些重物 或是女生的背包 但我就直接就把他的包包 放到我的大包包裡面 我就還是可以背著走 你是大心機 你是靠她 根本就是包扣著了 你根本走不了了今天 我覺得那個女生 應該想自己背吧 那應該是她的那種搭配 沒有 有些另外一半 會想幫另外一半拿重物 或什麼的 而且有時候我背包裡面 如果是出去約會 我會放一個圍巾 有時候室內會比較冷 就圍巾可以圍著 或是鋪在穿裙子的話 你也可以鋪在她腳上 那很好 我覺得這個很好 這個很加分 因為我的性格是屬於那種 男生一點的性格 然後遇到很多事情 我都不害怕 就是我過於剛了有時候 我就會反省自己 我就覺得女生還是要懂得 就是 假裝 害怕 對 就是在適當的時候示弱 讓男生有保護欲 沒有,這也太作作了 但是我有時候會 比如說約他一起去玩密室什麼的 然後玩密室我就會很害怕 我就往他懷裡鑽那種 害怕乖 害怕又乖 那他不會說 你別裝了 我也害怕 對 不玩 我覺得生活就是需要儀式感 需要這些小妙招 需要一定的甜度的 不玩 回來這邊 我,我嗎 對 對 就明天 其實真的太酷了 很可憐 謝謝 您